11月17日,国际排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女排国家队排名,中国女排从榜首退居世界第二。 二、这样,中国队在2020奥运会预选赛中的对手也随之出炉,上个月,国际排联出台了2020奥运会排球项目预选赛归程,2019女排世界杯前两名不再直接进军。 2020奥运,出动到主日本外,所有球队都要从预选赛打起,正独另外11个参赛名额,第一阶段预选赛,除日本之外世界排名前24位截至2019年1月1日的球队参加,24支队伍根据蛇形系统排阶6个组,每组4支球队进行比赛。 小组第一直接入了奥运会,在今日最新的世界排名中,全世界第一中国女排,以320分推至次席,市井赛星科冠军塞尔维亚,322分容登榜首,传统竞旅美国女排,以256分位列第三,两届奥运会冠军巴西女排以200分位列第四。 这样,按照蛇形排列规则,中国女排在奥运会预选赛,上将于第12名土耳其,第15名德国,第24名捷克同组出开日本之后,三队的排名分别是11,4,23,土耳其对赛今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度的亚军。 德国队在市井赛上,曾与3比2战胜巴西队,两队都显示出了一定的实力,中国队不可小视。 对中国女排来说,虽然整体势力领先,不过奥运会与选赛,每场都是生死战,输一场就可能全攻进气,所以还是谨慎应对每个队,守。 万一没有拿到小组投名直接出现,中国队就需要参加第二阶段的大洲预选赛,亚洲、北洲、欧洲、南美洲、中北美及加勒比亥地区各有一个名额,副、女排奥运选赛分组。 根据目前的排名,A组,塞尔维亚、伯多利哥、泰国、古巴B组、中国、土耳其、德国、杰克Z组、美国、阿赫廷、保加利亚、哈萨克斯坦D组、巴西、多米尼加、卡麦隆、埃在拜加F组、俄罗斯、韩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B组、荷兰、意大利、比利时、肯尼亚图片来自网络微信搜索。 我爱女排,爱迪,W-E-L-O-V-E-V-O-L-E-Y,查看更多精彩文章。